从新光水岸公园 细水区六月底开放 下午三点一到涌入大人小孩 不过难免会出现一些NG行为 保全人员多次吹哨 提醒细水区禁止穿鞋 非开放时间 也有小朋友来玩水枪 记者直击 有小朋友滑梯下来 没踩稳 亮腔跌坐 水开下一个要冲到屁股摔下来 这也没有平台可以跌着 也有家长说 水位太浅滑下来缓冲不够 不过大部分都会像这样 直接站在滑梯旁边 紧盯孩子确保安全 够薄 要够轻 像这个都会飞 其实你只要不要让小朋友放开 因为他有外面有鞋 不能跪就不得怕 没有那个止滑垫那一种的 就不会让他们下去 小朋友跑跑跳跳难免磕碰 除了玩水一般的公园 同样暗藏风险 因为他两岁嘛 跑跑跑跳今天脚这边拌到 他们那么低 头直接砍下去 有跟理长反正说要不要磨 就是直角的磨瓶 他算比较不明显的啦 位于合体图书馆 对面的鼎泰广场公园 广场的石阶凹凸不平 攀爬往溜索维修中 跳跳床溜滑梯还能玩 不过龙猫巴士走上来 一边的水泥虫铺 一边的铁制楼梯有领角 使用前可以先检查 游具是否有因为日晒而损坏过异常 防滑扑面要尽量采用减少刮伤的材质 而家长呢 也可以为儿童选用长袖的友衣 做西鞋来减少皮肤擦伤的风险 带家装的宝贝到公园玩 看不见的安全隐患 家长还得多留一份心 三连新闻刘安静 我会想告诉我们